你還要撒娃嗎 我現在太感動了 在安樂區基層訪視座談會上 武福里長蘇雷利代表李明 贈送畫作給基隆市長劉悠昌 感謝他上任七年多來 推動基隆蛻變有成 里內的一個畫家開畫展 那我去看到這幅畫 就是我們市長的政績 而且我們市長小時候 就住在我們武福里 所以我想讓我們所有的民眾 知道這個市長要卸任 來給我送這個畫 謝謝 我只是代表我們所有武福里的 所有的里面來送這個畫 對此林二昌強調會把握時間 繼續為市民做更多事 要卸任啊 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還可以幫大家多做點事情 好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武福里的鄉親 謝謝輝家里長 而在座談會上 里長們也提出多項問題 希望市政府協助解決 其中常樂里里長張德發表示 邁進路與樂立三街交叉口的天橋 部分橋墩位置影響行車視線 因此常發生交通事故 危害人車安全 擋住視線 真的很嚴重的 常常發生車禍 而且又從 邁進路北往南的方向 又有轉到一三個 很多車子都根本沒在看行 一轉彎 一紅一綠燈馬上就入轉 那沒有看很多次都顯現完整 對此主管的建雄市政府交通處方面表示 經過統計 能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行人會使用天橋 因此建議予以保留 建雄市長林又昌則指示相問單位 緊述到現場會刊 嚴厲交通改善措施 讓地方安心 下來之後如果要右轉上去的這一支 這個蹲柱去擋住或者遮蔽到視線 然後這邊的路行的部分 或者是標示的部分 有沒有改善的一個空間 另外是上面貨櫃車下來的時候 車速的問題 那這兩個問題 他能夠進一步來做解決 同樣與天橋有關 內寮里長嚴福神希望 將里內基金三路與五聖街路口的天橋拆除 這間花三年了 哪有一個信不信 我都說你 你必須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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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區德和國小前的天橋 中山區德和國小前的天橋 預計明年四月進行拆除 向還給地方民眾開闊的天際線 記者章祥騰 既然报道